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 二代晶片护照重新发情 新任领务局长陈俊贤今天表示 二代晶片护照防卫技术升级 贴纸同样具备防卫设计 效力不受影响 陈俊贤并强调 二代护照不仅受到美国与欧盟专业人士肯定 也让味道成本提高 他保证犯罪集团花200万美元都做不出来 第二代晶片护照物质美国机场图样案 外交部加印防卫贴纸补救 于本周一重新发行 领务局护照行政组长王北平 在外交部立位中介绍二代护照防卫设计 包括新式防卫胶模采用金属化表面凸起 每页依据台湾特色设计出不同的多色荧光隐藏图案 并新增持照人第三影像 防卫技术大幅升级 至于部分民众担忧 贴纸版护照会造成出入海关时被刁难 陈俊贤对此挂保证说效力不受影响 这本护照不会有问题 如果无法入境应该是个人或其他因素 与贴纸无关 领务局也已将新护照样式通知各国 并和美国欧盟本驻台机构当面沟通并获得肯定 陈俊贤也说台湾的一代护照在犯罪黑市中相当抢手 国人遗失的护照遭犯罪集团变造 一本甚至可较价到2万美元 而二代晶片护照防卫技术升级后 使得变造成本提高 他相信即使护照遗失犯罪集团花费200万美元都做不出来 领务局表示 二代护照开放申办至今已有约3万人申请 陈俊贤也提醒国人春节将至出国观光的人数众多 提醒国人提早检查护照效期 目前持有的护照可继续使用至效期届满为止 或选择提前身换第二代晶片护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